大家知道会输 但谁也没有想到会输得如此惨烈了 你踢不人就别踢人啊对吧 他们是完全放弃 球迷反应非常轻 中国独身是XXXX 抗战胜利日第二天9月4号 是这场中国的日本比赛 第二天输球很不好看啊 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这个足球的情况下 中国足球反而是越来越差距 中共模式讲究统一嘛 讲究标准 比如身高啊 不符合标准的盈利淘汰 很多这些超级球星 其实身高都不够的 中国足球呢 最早进入职业化 市场化的中国取消 职业化以后啊 赌球在中国是非常深信的 真正控制足球赌局的 都是那些官员 足球和股市之所以不行 是因为他们都是即时 你编不了后面的数据啊 因为五百元的数据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